柴刘斯基,北约生日美国土耳其副总统推特互对,北约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展开。 经济学人驻土耳其记者,柴刘斯基在推特报道,美国副总统与土耳其副总统在推特对谈。 为了庆祝北约70周年快乐,当然他这是说反话。 其实这两位副总统在推特上针锋相对。 彭斯发推特说,土耳其必须要做出选择,要不要留在最强的军事同盟北约,或是要冒着安全风险,跟别人做伙伴。 土耳其副总统欧凯,马上发推回向,美国必须要做出选择。 你要土耳其留在同盟,还是要冒着破坏土美有益的风险,与恐怖分子站在同一阵线危害北约同盟打击敌人呢? 彭斯早前警告,如果土耳其不顾美国和国际反对,采购俄罗斯防空系统,可能失去北约资格。 并且被踢出F-35战机计划。 但土耳其外长表示,购买额制F-400系统已成定局。 加尔、彭斯再次 需付北约 费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以来,敦促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,要求盟友要由担当。 德国明镜周刊网络版首席记者马提亚加宝尔在推特说,出席北约70周年相关活动时,美国副总统彭斯就再次强调,德国必须做得更多。 他说特朗普期望所有盟友,在军事开支上,要达到各国GDP的2%,并且在2024年前要落实,而不是向德国所承诺的占GDP的1.5%,言外之意就是抱怨德国钱付不够。 拉里猫,一年35个部长辞职快下注共会走多少个? 英国脱欧。 这四个字对世界来说,有点越来越无感。 英国议会到底表决过多少次法案? 数不出来吧。 但是总共有多少个部长请辞? 还容易数。 特雷沙梅根工党领袖谈。 这一步引来执政保守党内脱欧派人士不满。 当天在有官员不满特雷沙梅政府处理脱欧的手法而请辞。 英国首席补署官,拉里猫。 就在推特帮大家算算。 英国喊脱欧,这些年来有多少部长辞职? 他说一开始少一位部长满遗憾的。 少两位部长的时候,一切还淫淡风轻。 但事情开始不单纯的时候,就是一年35位部长请辞。 你能打赌究竟还有多少部长要请辞吗? 天空新闻,英军阿富汗基地,用科尔滨照片作标吧。 这个玩笑开过头了。 天空新闻推特说, 英国军方对士兵向科尔滨的照片开枪的视讯展开调查。 这个视讯首先发布在社交网络Fnapchat上, 然后被大量分享。 画面中一群英国军人, 在阿富汗当地的军事基地, 直接拿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滨照片, 当板子练习射击。 英国军方表示, 这种行为是完全不可取, 远远低于军方预期的高标准。 已经展开全面调查。 先驱报, 纽西兰总理在超市未要贷钱帮母亲付款。 在超市忘记贷钱怎么办? 把东西放回去尴尬离场。 纽西兰这位妈妈, 可就遇到一位大有来头的善心人。 纽西兰先驱报推特说, 有一位妈妈, 在超市要负钱时才发现, 钱包忘在家了。 刚好他后面就是纽西兰总理阿德恩在排队, 直接掏腰包解了围。 报道说, 阿德恩是总理也是妈妈, 身兼数值, 忙翻天。 他这么做, 因为妈妈相惜, 对方也是一位妈妈, 为阿德恩的同理新点赞。 CNN, 欢迎来猫村数百只可爱流浪猫拯救了喉动。 CNN推特说, 欢迎大家来到台湾的这个猫村。 这里就是喉动。 从到达的这一刻起, 就可以知道谁是当地大佬了。 就是上百只的流浪猫。 这些毛茫茫的猫咪们, 到处自由漫游。 当地有一座猫行桥, 走到一侧还有宠物食品碗, 带猫图案的街道标志。 猫主题咖啡馆喉动层是废旧矿村。 这些可爱的猫咪, 渐渐成为喉动的卖点。 有人说流浪猫拯救了喉动的观光业。 而流浪猫也得到善心人士的救助。 两玄其美。 四指小妹。 四指小妹。